你们的黑尾大钩有这么胆小的吗 人一靠近马上就躲起来了 而且这玩意儿根本被我养的都不会群油了 我这个火山口造井的鱼缸已经养水三天了 水基本上已经养得差不多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鱼放进去了 思来想去我还是决定养几条黑尾大钩 后期围着火山口转圈圈 这样群油的效果我感觉应该不会太差的 我发现这个黑尾大钩入缸之后 我真的是有点低估了他的胆子 实在是被我养的胆子太小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黑尾大钩是我从其他老缸里面捞过来的 当时一共买了十条 现在养了两年半只剩下七条了 你看养的都这么大了 只不过现在有点胆小 像这个黑尾大钩训练 该怎么训练才能让他有这种群油 围着这个火山口要圈圈的感觉 我觉得我还得重常记忆 真的是太胆小了 我刚才稍微试了一下 发现真的是好难 只不过是把它从这个角落 又躲到这个角落里面去了 而且像这种长到这种程度的黑尾大钩 我感觉他的思想什么的就已经定型了 你再怎么训练 他也搞不到那种群油的感觉了 我感觉这个真太难了 是不是要废掉了 我是不是得重新买一批小的苗子 然后从小开始训练 他们在这里群油 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让他们群油起来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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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